刚才我看到一个消息 看到一个什么消息呢 就是这个四川 四川省 四川省成都市吧 四川省成都市 然后说是有一个中央工作组来了 到了这个某一个宾馆里 然后这个 到了某一个宾馆 然后来了好几百老兵 这个就是说参战过打过仗的 这几百个老兵呢 就想给安排工作 或者给钱给待遇 然后就把这个宾馆给包围了 然后当然了 这个四川省的政府 不管是成都市的四川省的 就派来了警察来对付他们 警察就组成了人墙手挽手 是吧 这个一般来说 警察对这个社军 社军访 社军访 所谓的社军访 就是牵涉到军人的 退役军人的 这种的这个 信访也好啊 维权也好啊 大规模的聚集啊 群体性事件啊 他们还是 比较的投鼠忌器 比较投鼠忌器 就是说这个 不像对老百姓似的 上来就打 打得头破血流 还是多多少少对他们客气一点 忌惮一点 忌惮一点 对他们有所忌惮啊 是这样子 这个不过要我说呀 就说这些老兵啊 当然有的是挺可怜的 有的是挺可怜的 总体上 啊 总体上 我给他们一个字 该 该 啊 是吧 如果给俩字 叫活该 是吧 如果给他们 四个字啊 如果给四个字的话 那么 说难听点 叫活即不该 活即不该啊 你们呀呢 本来就是他们的走狗 你们呀本来就是打手 你们呀呢 他们本来就是帮凶 对吧 当然你们被抛弃 拿你们当夜狐 是吧 那个拿你们不当人 对吧 这个拿你们他们的玩 对吧 玩你们 对吧 政府 原来答应的 后来没给你们 那活该 对吧 你们本来就是帮凶 你们本来就是爪牙 你们本来就是走狗 甚至你们本来就是凶手 对吧 这个中国的军队 你别说一九二几年 一九三几年了 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 南昌暴动 南昌兵变 是吧 到建立井冈山啊 然后什么平江起义 是吧 什么秋收起义 什么湘南暴动 是吧 什么什么海陆丰 对吧 什么这个方志敏 是吧 刘志丹啊 到什么湘厄西 张国焘啊 陈昌昊 大别山 对吧 红四方面军 对吧 湘厄西是红二方面军 你甭管怎么样啊 什么红二十五军 你们就没干过好事 对吧 然后你们说国民党腐败 把国民党推翻了 你们的腐败 你们的腐败超过国民党几百倍 对吗 超过国民党几百倍 几千倍 几万倍的腐败 你们不但是中国历史上最腐败的 你们还是他们全人类 你们是全人类最腐败的 是吧 我就想骂你们压案的 我就操你骂了 我就操你祖宗 对吧 你们这帮王八蛋 对吧 枪杆子里出政权 是吧 党指挥枪 要没有你们这帮孙子 对吧 能有这些祸害吗 能有这些玩意儿吗 能有这些腐败吗 对吧 全人类都没有这么坏的 对吧 抢男霸女 草菅人命 环境污染 贪污腐败 全世界就没有你们这帮最坏的王八蛋 不是你们给撑腰了吗 不是你们给撞腰了吗 对吧 1989年六四 要不是你们开枪镇压 也许中国就完全不一样了 也许完全就翻天覆地的变化了 对吧 就根本就不是这样子了 这不就靠着军队吗 对吧 你们是什么好人啊 对吧 再说了 你们当兵 你们当兵 你们图什么 你们还不是图着给你们安排个工作 将来你们作威作福 你们想当公务员 你们想这个考这个事业编制 你们要入党 你们要学车 你们要提干 你们还不是想从这个体制获得好处 而这个体制的好处 所有的政治上的利益 所有的政治上的利益 你当官 所有的经济上的利益 对吧 你要高工资 你各种的灰色收入 从哪来的呀 还不是从老百姓这来的 还不是盘剥百姓 鱼肉百姓 对吧 我想想 15年16年 那个那个几千人的到北京来上访的 包围中央军委办公大楼的 发生过好几次 后来都让人给忽悠了 回去吧 各省解决 回去吧